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求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女族 那关于中国女族现在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女族的心率究竟该如何定 而根据多方的媒体消息而言 目前的一个六大候选人的甄别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 很快这个结果就有可能要出炉 毕竟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女族亚洲杯就要开始了 这也是东京奥运会之后 一直到巴黎奥运会周期之前 中国对所面对的第一个大型的赛事 想到在奥运会上的惨败 中国女族很需要用这些亚洲杯的成绩来挽回球迷的心 挽回自己的一个形象 毕竟女族说实话本身你就不太备受关注 如果说连国家队都打不出成绩的话 那么女族为了的关注度将会越来越低 那女族队员也好 女族这项运动也好 她的一个生存发展的环境将会更加的恶劣 那么女族的心率 现在六大候选人究竟该如何选 那么此前的话 有不少媒体爆料 族协早已经内定了赵俊哲 那族协为了能够说是去体现出自己的公平 减轻自己身上的舆论压力 又拉来五个候选人 跟赵俊哲一起参选 然而这样的一个掩耳道铃的做法 却最终造成了一个骑虎难下的后果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现在他们拉来的这五个候选人里边 有一个民意支持度非常高的咱们香港的主教练 陈婉婷啊 现在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希望陈婉婷能够去担当中国女族的主教练 我们暂且不论啊 陈婉婷究竟适不适合担当中国女族的主教练 起码如果你要陈婉婷去当了中国女族的主教练 与当初中国族想要力捧赵俊哲的想法 那就是完全是相悖的了 原本你拉陈婉婷这五个人过来 就是为了凑数走过场的 结果这位走过场的却反而抢了你的意中人的饭碗 这就是咱们所说的骑虎难下 而也有不少媒体爆出啊 这个带领中国女族拿下全运会冠军的水庆侠 之所以不愿意参选啊 这次这个中国女族的选帅 就是因为他早已经知道啊 足系已经内定了赵俊哲 感觉到自己去走这个过场 就是对自己的一个侮辱 所以说他不愿意去进行一个参选 索性直接没有报名 这个也是让中国女族选帅 骑虎难下的一个根本原因 咱们前面说了 陈婉婷是不是和中国女族还真不好说 起码我觉得跟水庆侠相比 水庆侠似乎是一个更加合适的主教练 因为陈婉婷 他在中国国家队的这个执教体系当中啊 只执教过U16队 而且两次率领U16冲击 U16世界杯 他是都没有能够成功的 我们不说他的执教不好吧 大起码用乏善可乘 或者是差强人 意思个字来形容不为过 另外大家所推崇的 不过是陈婉婷 曾经因为率领香港的制节队 拿到了男子足球联赛的冠军 进而获得了亚洲最佳女子教练员的这个奖项 非常的推崇 但其实除了这样一个辉煌的历史之外 那陈婉婷其实在过往的执教经历当中 并没有太过优秀的执教经历 不像水庆侠 拿过中国女族超级联赛的冠军 拿过全运会的冠军 而且拿了不止一届 起码在国内的冠军荣誉方面 尤其是最紧急的一线这方面 完全是碾压陈婉婷的 而至于陈婉婷所获得的那个香港联赛冠军 咱们要记住两点 第一 咱们香港的联赛 说实话从魔术程度上来说 它都不是一个完全职业的联赛 很多职业球员都有副业的 这就相当于是一个半职业的联赛 那香港联赛在全世界的排名 甚至还不如咱们的国足高 第二一点 当时陈婉婷去执教香港的这个制节队的时候 那么他的球队是握有七个积分优势的领先的 也就是说他去执教的时候 这支球队就是已经是积分榜榜首的球队 而且比第二名多数了七分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领先优势 那么最终的话 陈婉婷是以四分的优势夺关 也就是说他去执教 最大的功绩就是稳住了球队 但是的话呢 其实球队的积分优势反而比之前还缩小了三分 那么转过年来 再去完整的带队啊 带领这个职业俱乐部去增加香港联赛的时候 很快就把这个冠军给丢掉了 就是说没有这个七分的优势 陈婉婷能不能够率队夺关还真不好说 他不像水清霞对吧 水清霞他是正正经经的 我是从这个带队开始 我就是拿冠军的 所以说水清霞算是打了足形的脸 对吧 福地抽薪 原本你可以让我水清霞来去 直接当这个足球队的主教练 可能是比陈婉婷更加合适的一个人选 也比赵俊哲更合适 陈婉婷说实话也比赵俊哲更合适 那现在水清霞不参选 名义又支持陈婉婷这么高 所以说足协的一中人当不了主教练 然后选择了一个陈婉婷 眼下来看还绝非是最合适的那一个 这个可能会让足协的这个愚蠢的安排 最终遭受一个非常恶劣的后果